十八,聯合部,客戶借券級券商明年開放,2015年7月15日投資 理財23宣中英台北報導金管會昨天宣布, 自明年1月1日起鬆綁借券及券商款項借貸相關規定, 借券將開放為商向借貸,現行僅能由券商借券級客戶, 但明年起,手頭有多餘券員的客戶,包括個人及法人, 也能借券級券商,賺取借券費用。 由於可融通標的擴大,金管會認為,可刺激台股動能。 正期局表示,今年6月有價正券借貸業務, 平均借貸余額444億,上市貴得為融資券股票約1300檔左右。 正期局副局長黃詠心說,正期局已修改相關管理辦法, 明年一月起,放寬借券及券商款項借貸規定, 再借券部分,最大放寬就是,將原先的單向借貸, 放寬為商向借貸,黃詠心說,改為商向的好處, 除可增加券員,讓有需求者更容易者到券之外, 客戶把自己限制的券借出,還可賺取借券費用。 但若客戶借券級券商,照理說,券商要提供擔保品級客戶。 黃詠心說,未來將由券商按月提撥有價證券總額 一定比率的利約保證金級客戶,但比率是多少,目前還沒定。 黃詠心還表示,目前借券分成三種, 一是證交所借券系統,限定是機構法人參與, 其次是券商和證金公司可造有價證券借態。 他說,明顯這券打通後,證交所、證金公司及券商之間, 也能互相這券。